好,我們開始了,準備好了嗎? 準備好了嗎? 她訪問過狂人領袖、月潭指標,甚至是重大命案兇手 美國傳奇女主播巴巴拉·華特斯 週四傳出在紐約家中過世,想騎獸就是三歲 在電影中的新商業,鏡頭上有鏡頭 而且也有鏡頭 巴巴拉破了雙方,變成最重要的女主 在電視劇上最重要的女主 在電視劇單元製作人做起,直到甘乃迪葬禮上 她的播報能力驚艷新聞界 讓她這之後,成為首位美國新聞女主播 卻常受到男性同業嫉妒嘲諷 如果我可以在電視劇外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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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準華特斯前例,當時ABC以年薪百萬這項史無前例新資 挖角華特斯,擔任美國首位夜間新聞女主播 巴巴拉逐漸佔有新聞界一席之地 多位美國總統都是她的座上賓 但巴巴拉最知名的是在1997年創立第一個全女性主持的招牌節目《觀點》 在《觀點》最後一集,ABC所有當家女主播齊居一堂歡送巴巴拉 而這位美國新聞女性先驅,也將在美國新聞史上留下不朽一頁 我希望以年輕人,我能幫助他們吸引